为在菲律宾马尼拉港口的巴西哥住宅区日前发生大火 造成300多户居民无家可归 刺激人准备了白米、毛毯、衣服跟盥洗用具 解决大家眼前的生活难题 而造成这场大火的原因是因为有居民吵架 拿起煤油灯乱丢结果引发火灾 造成这么多位邻居无端受灾 刺激人的关怀让大家体会到爱的可贵 当志工跟大家说远在海地的民众 正在承受地震所带来的苦难 这些遭遇火灾的乡亲 尽管已经一无所有 还是尽一己之力祈祷捐款 帮助海地的受难同胞 马尼拉港口奉神呼啸 不过吹不散的是灾民心头上的乌云 火灾来得令人措手不及 超过300户人家晚上睡觉 帐篷是唯一的选择 而令人不解的火灾原因竟然是 安身立命的家变成浇黑的废墟 一时的愤怒如今变成无助 蓝天白云的到来听不下来的是掌声 还有一滴又一滴的眼泪 是一家人的情欠以慈祭人来到这里 关怀之余也让大家知道 还有一群人比他们更苦 就是海地灾民 祈祷 捐款 结局如灾民 这一刻 慷慨却也如灾民 我看着我来的 我看着我来的 menos是 我的妈妈妈和我来的 我看着我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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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支持我 还有一个人的 我看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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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颗心想的念的不再是自己 相信因为爱带来的改变 可以让冲突少一些 欢喜多一点 答案新闻科顿纳李保罗 菲律宾报导